大部分經濟學者 對於美國現在經濟 今年甚至是明年 預期都是比較悲觀的 不過我覺得 可能也不是只有美國 我覺得現在全球是有點 烏漏偏逢連夜雨 主要是我們 譬如說我們的能源 譬如說今年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原油已經增加 價格已經到提高64%了 天然氣增加了一倍 百分之百 那這個都會讓這個什麼 通貨膨脹更惡化或擴大 換言之 這個能源的問題 影響到這個通貨膨脹 那事實上 我看經濟學者預估說 今年美國的經濟成長率 本來是3.5% 現在恐怕要降到1.5% 折半 那通膨的年率 也會增加到5.1% 換言之看起來 所以這個都跟你現在講的 那個就業人數太低 或持責人數高等等 這個都有關聯的 那當然你說 包含你說這個疫情 也是造成這個問題 那所以說我覺得是整個 一連串的 整個對不利的因素 造成美國現在經濟的 現在數字看起來是不好 而且看起來能源的問題 一時半刻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看起來美國 不要說美國 很多國家看起來都不樂觀 但事實上供應鏈 真的都會受到影響 你看iPhone 13 是不是會受到 這個供應鏈缺料的影響呢 尤其像是大陸 還有缺電的影響 彭博就表示 現在晶片短缺 所以iPhone這個款式產量 可能下坎到1000萬隻 那麼所以另外一頭 我們看到的是 34家大陸的供應商 就被蘋果踢出 那麼甚至還有直接報導說 一方面 因為我剛剛講的 大陸有限電的措施 是的確會衝擊到供應鏈 此外 美中關係難以恢復 所以乾脆 重點就不在中國了 重點是擺在印度廠 那這也有人形容說 是不是這個蘋果是玩不起 但是卻躲得起呢 來 亮哥 這個沒有具體的佈局 那就是彭博自己在拆而已 因為你也不知道 印度會不會有 第二波的疫情 對不對 所以通常你一定要等 真的有人在設廠 然後那個領主建廠開始移動 然後有那個具體的合作的約 而且坦白講你也要有 那個科技園區啊 也要動土啊 那個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牽過去啊 事實上 我覺得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比如說中國大陸為什麼上半年 它的出口會暴增啊 那就是主要就是因為印度跟越南 取代沒有辦法取代嘛 那這個當然就是因為疫情造成的嘛 那你除非說越南跟印度的疫情 突然之間跟中國一樣穩定 做得到嗎 我看沒有人敢打這個包票吧 那你如果沒有打這個包票 那你說你這個供應鏈要隨時移動 怎麼可能 而且更何況 美國跟中國的貿易戰可能 正要進入緩和階段 所以你說廠商會 這個時候來做這種決定嗎 因為照理講應該是 最危險的時刻都過啦 那現在是要進入緩和階段 結果你卻傳出說這個時候要移動 而且如果是晶片短缺 那你要移到印度那是更奇怪啦 因為印度並沒有半導體供應鏈 我們前一陣子在講車用晶片 指的是馬來西亞嘛 馬來西亞因為疫情嘛 結果它不能出貨 你有聽過印度有車用晶片 供應鏈有印度廠嗎 我看是沒有啦 是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蘋果的供應鏈 但是供應鏈這個問題很大之外 塞港在美國的問題也還是有待解決 那偏偏美國總統拜登 是現在才醒了嗎 他現在才開始重視和面對 你看拜登會見洛杉磯跟長堤的港口 以及馬同工人 以及倉儲工會聯盟代表 像是Walmart Home Depot UPS等等 要共商解決擁塞的問題 那你看到這張照片 是路透他們發的照片 是在今年的2月 美西的港口有貨櫃塞港的情況 但事實上早在2月 原來就已經是這樣在塞了 那現在都幾月是10月了 10月了才要開會來商討 會不會也有點反應太慢了呢 當然就會被質疑嘛 那麼東南亞現在呢 不得不從海運轉到空域 可是好貴啊 這個運價最高是10倍上漲 還包機 哇你看喔 像以波音777 這個跨太平洋的包機 漲了1.7倍之多 所以對於企業來講 真的壓力很大 這也就難怪 像Moodis的分析師 就有提到啦 現在供應鏈的噩夢 供應鏈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減緩了全球的復甦 而這位女股神 她甚至還警告喔 說中國經濟放慢 可能也會波及到全球的經濟 而且還會拖累大宗商品的價格 和經濟的增長 所以當然這些大頭們 要趕快一起面對跟解決啊 只是拜登反應好像太慢了 賴老師 現在你怎麼在生產製造 然後往美國的地方送呢 因為都堆在這個碼頭裡面 而且這個問題很久 你看一直到紐約時報寫的長文 紐約時報已經把這個 整個美國的碼頭的情況 做了一個很細的調查 然後他說有很多地方 都已經堆了六七成的貨櫃 然後已經在擴張了 好幾個這個備用碼頭 然後丟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可是他們已經面臨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卡車到了 就是貨櫃車的車頭到了 要把這個貨櫃拉走 但是貨櫃在哪裡 因為已經堆得像積木一樣 他必須要這樣 斑斑斑斑斑斑 然後再找到底下把它拉出來 然後事實上他的電腦的 整個數據都已經出了 很大的問題 所以那個港口的那個站長 他自己軟在那裡 他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現在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要來調車走的卡車 他找不到他的貨櫃 要把它調走 然後要不就是貨櫃出來了以後 沒有卡車把它調走 然後就繼續堆 這個已經很久了 我都不知道美國的交通部部長 是怎麼幹的 坦白說如果說這種事情 在一般的不是聯邦制的 不是地方跟中央分權的國家 就像中國大陸 類似或是德國 或者是應該講是法國 這種中央的權力一條邊的 這個早就解決了 因為一旦發生了 這麼嚴重的運輸的堵塞 而且堵在港口 使很多企業的產品出不去 有些是關鍵零料件 你沒有這個零件 你就是組裝不起來 有些是已經組裝半成品 已經送到你這個地方 要完成最後的一個拼湊 結果也被卡在 所以已經是亂得一塌糊塗 所以您看到的 就全世界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問說能不能解決 不知道 然後本來我們是覺得說 就像好像我們塞車一樣說 遲早總是會暢通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 這一些港口的負責人 問他說有沒有可能 像塞車一樣疏通 他說我完全沒信 因為他已經不知道 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船一直還在進來 然後有的就是排隊 有的就是貨櫃拉下來了以後 不知道貨櫃該怎麼再堆放了 好 那這個問題 怎麼會從二月拖到現在十月 然後聯邦政府也不處理 然後地方政府也不處理 然後就任由那個碼頭的 那個港口的主任 他自己本身在去頭痛 我覺得這個就是代表什麼 政府無能 坦白講今天造成這麼大的一個 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費中心 所有的東西都到他這邊來吞吐 我覺得這個拜登 那邊吞 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就是